王岐山日前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同时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出访韩国 中共高层着两大动向 预示着王岐山将任外事委副主任 协助主任习近平处理外交事务 据中共官媒28日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 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 习近平夫妇会见了金正恩夫妇 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 王沪宁 三名现任政治局常委及前政治局常委 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同金正恩疫情参加相关活动 同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将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身份访问韩国 时政评论原石时表示 中共高层上述两项动向 或泄露了王岐山的新职务 即王岐山将担任外事委副主任 中共养会结束后第一天 即3月21日 北京当局公布多项机构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在未改名前 该小组组长是习近平 副组长是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国务委员杨洁篪任秘书长 改组后 杨洁篪已担任外事为办公室主任 按照此前惯例 习近平将担任外事为主任 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任副主任 王岐山在本月召开的中共两会上 出任国家副主席 而新任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杨洁篪罕见为兼任副总理 据多方消息 习近平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目的 就是让王岐山负责处理外交事务 尤其处理目前棘手的中美关系 台媒《中国时报》报导说 杨洁篪不兼任副总理 就是要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全面同管外交铺路 在已有属于副国级的国务委员王毅 分管外交后 如果再有外事副总理 政府只能将叠床下屋 所以将杨洁篪摆在掌管党的涉外机构 让王岐山掌外交大局 3月28日 中朝双方同时向外正式选布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闪电访问北京的消息 其中朝宗社还披露习近平 已经接受金正恩的邀请将访问朝鲜 大陆官方28日的新华社通告称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应习近平的邀请 于3月25日至28日对华进行非正式访问 金正恩访问期间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金正恩举行会谈 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还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竹举行欢迎宴会 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政治局常委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大陆官媒通稿还称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 金正恩此次访问 时机特殊 意义重大 金正恩除了向习近平当面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外 并称 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前进 发生不少重要变化 从情意上和道义上 自己应该及时向习近平当面通报情况 而朝中社28日同步发出了几条相关新闻稿 其中金正恩同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报道中透露 金正恩邀请习近平方便的时期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 习近平欣然接受邀请 不过大陆新华社的通稿中并没有这一表述 另外 大陆官媒28日还报道金正恩已向北京保证 将进行非核化 并与美国官员对话 同样朝中社发布金正恩访华消息中 并没有提到保证非核化及五月的川金峰会 这次是习近平和金正恩的第一次会面 外界关注到习近平自18大上台以来 与朝鲜的关系相比中共先前的领导人而言 比较冷淡 体制内专家披露习曾经多次拒绝金正恩访华的要求 由于朝鲜金正恩不顾联合国谴责 不断发展核武器 因此对金正恩的无核化保证与承诺 外界怀疑其诚意并不相信其真的会放弃 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核试验 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百度的董事长李彦宏 本周一在中国大陆某高层论坛上发言称 中国用户一定程度上愿用隐私换方便和效率 这个说法引起中国网民大规模反弹 被骂无耻到极点 不少网民对中国用户总是被愿意 被代表而表示很愤怒 当地时间3月26日 百度创办人李彦宏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时表示 中国人近年越来越认识到大数据有关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的重要性 但中国人对数据隐私问题不像外国人那么敏感 如果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或者是效率的话 很多情况下 他们中国人是愿意这么做的 李彦宏的上述说法立即引发公愤 中国大陆网络社交媒体上骂声一片 大批的中国网友留言评论或发提讨论 纷纷指责百度的做法 明明就是强制盗取用户隐私 真无耻 感叹自己再一次被愿意 被代表了 中国网友纷纷针对李彦宏这句中国用户愿用隐私换效率吐槽炮轰 经济观察网当天即发表一天署名评论文章称 李彦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知 一定是来自于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 文章认为 中国互联网大数据的泄露史 李彦宏和百度同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章表示 这么干的不只是李彦宏 而是一批习惯成自然的中国企业家们 在这些人的引领操作下 互联网通过收集用户数据 总能把你想要的推到你面前 当然有时不需要的他也会推荐给你 表面看来 用户之搜寻和获得信息方面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便利 但这一切便利的前提 却是把自己的资料 喜好 倾向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互联网公司面前 而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的直接后果 可能是当你刚刚搜索了房产中介电话 就紧跟而来 当你刚刚搜索了留学 教育中介的电话就开始狂轰滥炸 当你车险还没到期 保险公司的销售就开始轮番上阵 然后 人们往往刚开始在街道骚扰电话时 可能内心都在无比气愤地追问 究竟谁泄露了我的电话号码 但人的阴机反应 往往又有一个不断试验和变弱的过程 最后 当数据泄露成为整个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时 中国的用户们对此却毫无办法 在李彦宏们面前 除了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没有了第二项选择 文章最后表示 数据泄露的方式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常玩常心 在这种用户权益几乎很难得到保护的情况下 把数据泄露的锅甩给中国用户的不谨慎和攀涂便利的小便宜 李彦宏们为数据泄露的辩护词 无非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炫耀而已 日媒称 王岐山曾在公开场合对习近平做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揭示了习近平之所以选择王做政治副手的背后原因 王岐山和习近平关系十分密切 习相信王不会背叛他 近日召开的中共两会 前中纪委书记反腐杀黄王岐山高票当选中国国家副主席 选举结果公布后 王岐山满面笑容地走过去与习近平握手 外界认为未来王的真正作用将仍然是习近平最得力的左右手 今后的中共体制仍然以习王二人互动为主 日经亚洲评论3月26日援引一位熟悉中南海的官员的话 习近平之所以选择王岐山 是因为他相信王不会背叛他 报道揭示王岐山曾有一步寻常举动 暗示习王关系非同一般 在2016年3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 习近平从座位上站起来 而王岐山从后边拍了拍他的背 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中如此接触习近平 习王的互动非常引人注意 先是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报道称 自王岐山2017年裸退后 外界普遍猜测 习近平很可能将提拔这将就不接任 但王岐山的高调回归打破了这样的猜测 一说明王岐山仍是习近平最信任的政治副手 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五年时间里 习王掀起反腐风暴 成果超越了中共政坛此前三十多年的总和 拿下薄熙来 徐才厚 郭伯雄 令计划 孙政才等将派要员 中共官场有凝见阎王 不见老王的传闻 王岐山因此被习近平的对手将派人马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欲除之而后快 传言王曾多次遭到刺杀 但皆有惊无险 有分析指 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上 王岐山没有能够打破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前规则留任 是习近平遭到江泽民派系死命抵抗的结果 但王岐山很快以入选湖南人大委员的方式 毫无悬念地重新回到了中共政界 并继续以政界最高层一名核心成员的面目 出席了中共两会 会议中 王岐山和六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坐在同一排 显示其非同一般的存在感 王因此被外界称为第八号常委 港媒分析 王岐山东山再起 显示中南海权力中心将从政治局常委移向政府国家主席 根据宪法规定 中国国家副主席可以带行使国家主席的权力 这一位在习的强势领导下 王岐山可以管制所有领域 成为地地道道的二号人物 美中贸易战来势汹汹 在各界担心美中两国发生贸易战会导致两败巨伤 甚至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之际 有美媒透露 中美已经开始秘密谈判 美国财长和贸易代表致信中共新任副总理刘鹤 提出了三个具体要求 3月26日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披露 中美已经开始秘密谈判来改善美国准入中国市场的情况 由中共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长努钦 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的对话 内容将涵盖金融服务和制造业 报道说 美国财长努钦和莱特希泽此前致信刘鹤 说川普政府已经提出了具体要求 包括降低中国对美国汽车的关税 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的半导体产品以及美国企业 获得更大许可进入中国金融企业 之前的3月24日 刘鹤与奴钦通话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称 奴钦祝贺刘鹤的新职位 两人还讨论了两国的贸易逆差 致力于继续对话 以寻找到双方都满意的方式来减少逆差 报道认为 尽管北京对美国的争论威胁胆道愤怒 但中共官员一直以来保持谨慎态度 避免贸易战恶化 川普于22日签署行政备忘录 指示贸易代表 财政部等行政部门 对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等不公平贸易行为 采取反制措施 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达中国商品进口金额600亿美元 中共商务部一日公布反击措施 宣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 终止进口产品清单的报复措施列出7类 128个摄像产品 按2017年统计 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 但中共并没有宣布对美国的其他产品 比如大豆 波音飞机等征收关税 美国财长努钦25日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 我们正在努力看是否能与北京达成协议 如果不能就此达成协议 之前公布的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随即实施 这位财长还补充说 我们不会放弃 除非我们获得了一个可以接受的 并且是川普总统同意的协议 他还一字一顿地概括 今天我们这样做 从长远讲 将对美国经济非常好 如果他们开放了市场 美国企业将有巨大的机会 华尔街日报称 在过去几个月里 中共官员一直希望得到美国在贸易方面的具体要求 对于川普政府的清晰程度感到失望 刘鹤二月访美时曾提出减少金融方面的限制 但美国方面要求他做出正式的提议 报道说 当时刘鹤还会见了美国企业领导人和其他商业代表 以寻求重启对话 他们给刘鹤的建议 包括增加金融自由化并扩大规模 减少对国企的补贴 降低对美国汽车的关税 增加监管透明度等 但刘鹤当时没做出承诺 华尔街21日透露 刘鹤在访美期间 美国官员也曾提出三大要求 北京取消国有企业补贴 采取其他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并为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目前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中共高层纷纷为中美贸易战降温 25日 另一中共新任副总理韩正在论坛上承诺扩大开放 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更好保护知识产权 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经济 新任央行行长易刚立称 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 中共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则重申 有序放宽市场准入 扩大金融 电信 教育等领域对外开放 中共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王寿文也表示 对金融 新能源汽车 加油站等服务业 将进一步公布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 对于美国早前批评中国市场经济倒退 韩正表示 最紧迫任务是加快中共政府改革 将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 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则说 要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废除防外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外界普遍认为 中美不会爆发全面贸易战 最终会回归谈判 而中方在开放市场方面有较大让步空间 而让步的背后是中国每年约6000亿的外贸顺差中 有3000多亿来自美国 美国市场对中国不是多重要的问题 而是不可或缺的问题 但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就未必 瑞银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总监赫费尔分析 美方征收中方进口货品关税 对美国经济影响甚微 相关金额只相当于美国进口总量的2%左右 而且 所涉及的产品 也可以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 瑞银表示 中方已表示 愿意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让步 不会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 目前只是美中双方谈判的开始 最终双方将会达成共识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表示 总统的301惩罚性决定不会引发美中贸易战 他相信双方最终会和解收场 这问题不像外国人那么敏感 如果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或者是效率的话 很多情况下 他们中国人是愿意这么做的 李彦宏的上述说法立即引发公愤 中国大陆网络社交媒体上骂声一片 大批的中国网友留言评论或发帖讨论 纷纷指责百度的做法 明明就是强制盗取用户隐私 真无耻 感叹自己再一次被愿意 被代表了 中国网友纷纷针对李彦宏这句中国用户 愿用隐私换效率吐槽炮轰 经济观察网当天即发表一天署名评论文章称 李彦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知 一定是来自于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 文章认为 中国互联网大数据的泄露史 李彦宏和百度同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章表示 这么干的不只是李彦宏 而是一批习惯成自然的中国企业家们 在这些人的引领操作下 互联网通过收集用户数据总能把你想要的推到你面前 当然有时不需要的他也会推荐给你 表面看来 用户之搜寻和获得信息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便利 但这一切便利的前提 却是把自己的资料 喜好 倾向 王岐山日前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同时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出访韩国 中共高层这两大动向预示着王岐山将任外事委副主任 协助主任习近平处理外交事务 据中共官媒28日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 习近平夫妇会见了金正恩夫妇 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 王沪宁三名现任政治局常委及前政治局常委 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同金正恩一行参加相关活动 同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将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身份访问韩国 时政评论原始始表示 中共高层上述两项动向 或泄露了王岐山的新职务 即王岐山将担任外事委副主任 中共养会结束后第一天 即3月21日 北京当局公布多项机构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在未改名前 该小组组长是习近平 副组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应习近平的邀请 于3月25日至28日对华进行非正式访问 金正恩访问期间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金正恩举行会谈 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还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竹举行欢迎宴会 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政治局常委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大陆官媒通稿还称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金正恩此次访问 时机特殊 意义重大 金正恩除了向习近平当面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外 并称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前进 发生不少重要变化 从情意上和道义上 自己应该及时向习近平当面通报情况 而朝中社28日同步发出了几条相关新闻稿 其中金正恩同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报道中透露 金正恩邀请习近平方便的时期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 习近平欣然接受邀请 不过大陆新华社的通稿中并没有这一表述 另外大陆官媒28日还报道金正恩已向北京保证 将进行非核化 并与美国官员对话 同样朝中社发布金正恩访华消息中 并没有提到保证非核化及5月的川金峰会 这次是习近平和金正恩的第一次会面 外界关注到习近平自18大上台以来 与朝鲜的关系相比中共先前的领导人而言 比较冷淡 体制内专家披露习曾经多次拒绝金正恩访华的要求 由于朝鲜金正恩不顾联合国谴责 不断发展核武器 因此对金正恩的无核化保证与承诺 外界怀疑其诚意 并不相信其真的会放弃 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核试验 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百度的董事长李彦宏 本周一在中国大陆某高层论坛上发言称 中国用户一定程度上愿用隐私换方便和效率 这个说法引起中国网民大规模反弹 被骂无耻到极点 不少网民对中国用户总是被愿意 被代表而表示很愤怒 当地时间3月26日 百度创办人李彦宏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时表示 中国人近年越来越认识到大数据有关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的重要性 但中国人对数据引组长是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国务委员杨洁篪任秘书长 改组后杨洁篪已担任外事为办公室主任 按照此前惯例习近平将担任外事为主任 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任副主任 王岐山在本月召开的中共养会上出任国家副主席 而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罕见为兼任副总理 据多方消息习近平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目的 就是让王岐山负责处理外交事务 尤其处理目前棘手的中美关系 台媒中国时报报道说杨洁篪不兼任副总理 就是要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全面同管外交铺路 在已有属于副国级的国务委员王毅分管外交后 如果再有外事副总理 政府只能将叠床下屋 所以将杨洁篪摆在掌管党的涉外机构 让王岐山掌外交大局 3月28日 中朝双方同时向外正式选布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闪电访问北京的消息 其中朝宗社还披露习近平已经接受金正恩的邀请 将访问朝鲜 大陆官方28日的新华社通告称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